2758號決議案就是解決了中國代表權隨俗的問題 中國代表權代表的是整個中國 而不是一部分中國 所以誰代表中國 誰就擁有中國大陸和台灣的主權 同時代表大陸跟台灣 在這部台灣政策法裡頭 美國是台灣 已經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而是美國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事情可能會拖一陣子 不會這麼快就塵埃落定 但是這個事情的嚴重性 它是一直都存在的 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我覺得它目前來看 狠話我相信已經放了 秦剛已經對美國已經表態了 不然不會說 在參議院外委會就做了這麼多的修改 在這個節目中 在今天節目中為您請到的是您非常喜愛的一位評論員 張立真 張老師我們和他談的是一件非常令你關心的事情 那就是關於台灣政策法的事情 還有這個最近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這個上海合作組織 就是上河組織開會剛剛開完 這些事情對於這個全世界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這是我們今天關注的內容 講到這就把張老師請入我們畫面之中 張老師還是打聲招呼 謝謝 歡迎 市長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從這個台灣政策法開始切入 好不好 好 有關這個事情呢 我很快地把台灣政策法向觀眾介紹一下 這些事情可能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不過還是重複一遍 這樣的話我們談話有個起點 它是2022年就是今年6月份呢 美國的聯邦參議員的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也是民主黨的叫做Menendez這位參議員 他所提出來的 另外和他共同提出的是共和黨的另外一個議員 就是Lindsey Graham Lindsey Graham就是上次到台北來要參與人買飛機的那位老兄 那麼這個事情呢 提出來到現在呢 有幾個月的時間了 那麼這個事情呢 我就暫時把它交給張老師呢 繼續為我們介紹下去 我們知道的內容是什麼 以及現在通過之後的內容又是一個什麼樣的內容 一些什麼樣的改變 還有會有一些什麼樣的影響等等 張老師您接手吧 好 我想台灣這個政策法案呢 運兩的時間是非常久的 我要說的話可能是不止幾個月半年呢 這個是一兩年的時間可能都有 你可以看到從川普上來一直到拜登 有關台灣的這個法案呢 是非常之多 就是涉台法案很多 但涉台法案大部分都是 並在那個裡頭幾個條文這樣子提出來 那份量都是很輕的 三頁啦 五頁啦 這樣子 那麼這一次的台灣關係法呢 它份量之重啊 這是前所未見 它有107頁之多 那這個分成七大類啊 然後內容包含包羅萬象 所以應該不會是在短短的幾個月裡頭 由這個參議院的這些參議員他們的助理啊 起草完成的 這個當中呢 絕對有這個蔡政府 在美國的這個單位 譬如就是蔡政府住在這個美國的 經濟文化這個代表處 還有許許多多台獨的組織 譬如說FAPA 許許多多這個主張台獨的這個人士啊 參與期間 不然的話呢 你就不可能看到在這個法案裡頭 有那麼多 就說對於台灣的這個政治觀察比較密切的人 看起來啊 非比尋常的一些條文 因為有一些非常古典的台獨的 主張 理論啊 都包含進去了 那甚至於把聯合國的2758號決議案 也包括進去了 所以這個法案呢 它準備的時間非常的長久 那麼這個法案在沒出台 就是還沒有正式提出來之前呢 其實大家都有所封文 大概到8月初佩洛西要來台灣的時候 它的這個幾個比較重大的內容啊 大家都已經知曉了 其中最重要的幾項呢 譬如說就是把這個台灣的這個駐美的經濟文化代表處 根名 本來叫做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根名為台灣代表處 然後呢 這個AIT的駐台灣的這個 他本來的職稱只是一個director 一個主任 那麼他也要改名叫做代表representative 那麼他的任命呢 要經過參議院的這個同意 也就是說把他的地位提升到 是等同這個外交代表 稱作代表 就是大使級的了 那麼其實以前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因為你想 以前這個AIT駐台的人士 包括AIT的理事主席 他要去擔任這個職位的話 他就要先辭掉他在美國的外交職務 才能夠去擔任AIT的理事主席 或者是才能夠來出任駐台北的這個AIT的辦事處的主任 那麼台灣也是一樣 所以他是完全不具備這個官方性質的 是一個民間的經濟文化 這個代表處而已 這是根據1979年的美國和大陸 跟中國大陸的建交公報裡頭所規定的 就是說 美國跟台灣只能在人民之間維持他們的經濟文化的關係 那這個官方的關係 政治關係 軍事關係都是不可以的 那麼第一點我們就可以說 在中美關係上頭 這個是一個天條 你如果把台灣升格 他在美國的這個代表處 升格為是 稱呼叫做台灣代表處 那就等同是跟立陶宛一樣啦 台灣駐立陶宛代表處 那他就有他的政治身份了 強烈的政治含義就是一中一台 所以這個絕對不會是大陸可能接受的 所以這個條文出現 我們就覺得這個是動搖到中美建交的這個政治基礎 大陸絕對不可能接受 那第二點呢 這個台灣政策法裡頭 有很重要的一點呢 他就是強調 視台灣為美國主要的非 北約盟友 這個待遇誰有呢 就是不是北約盟友 但是是其他地區的 但是是其他地區的美國盟友所享有的 比如說 日本 南韓 澳洲 紐西南 卡達 以色列 這些國家都是美國的盟友 但是他不是北約會員國 所以他們是美國的最主要的非北約盟友 那你現在把台灣定為是美國的非北約主要盟友 這樣一個定位 等於是承認了台灣 它在國際社會擁有主權的象徵了 這個也絕對不可能是中國大陸可以接受的 還有就是說 在這個台灣關係法裡頭呢 它動到了這個2758號決議案 它就是說這個聯合國的2758號決議案呢 讓中國大陸取代了原來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 原來是ROC的 但現在由它取代了 所以它解決了這一個中國的問題 但是呢 2758號決議案呢 沒有碰觸到台灣問題 這個當然絕對是一種錯誤的扭曲的解釋 2758號決議案呢 就是解決了中國代表權隨俗的問題 中國代表權代表的是整個中國 而不是一部分中國 所以誰代表中國 誰就擁有中國大陸和台灣的主權 同時代表大陸跟台灣 所以這樣的一個創改聯合國的 以一個聯合國的會員國 單一的會員國片面去創改 聯合國已經通過多年的一個決議案 這個還是在中美建交之前就通過的 2758號決議案 所以這個完全是中國大陸是不可能接受的 就是第三點 第四點更離譜的一點呢 我覺得是在這部台灣政策法裡頭 美國視台灣呢已經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而是美國的一部分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在這部台灣政策法裡頭 用了絕大絕大部分的篇幅 去談台灣的安全國防問題 那麼美國呢要介入到這個台灣的安全國防單位裡頭來 為此呢台灣已經做了很多的鋪陳的法律工作 所以你看到台灣已經修了法 以前我們的政府官員是絕對不允許有雙重國籍的 即便是持有綠卡也不行 你看到馬英九曾經因為說綠卡的問題 被追打了很多年 他沒有但是也被追打 像李慶安因為綠卡的事情 他失去了這個立法委員的資格 所以以前台灣是絕對不允許的 現在呢我們可以允許雙重國籍者進入政府工作 所以你持有美國和這個中華民國雙重國籍的人 現在可以堂而皇之的進入中華民國政府工作 進入國防部進入軍中 再者台灣也立了法 比如說公務員的任用資格 你做公務員也好 你做軍人也好 你要有任用資格的 但是現在呢他可以放寬 有很大一部分比例的公務員 這不需要任用資格的 你只要任滿 譬如說三年 你就自然就取得了公務員的任用資格 這都是為美軍將來進入軍事國防政府單位 來曝露 那還有就是說 現在台灣已經大幅的前置言論 所以像中天電視台關台 這是很明顯的這個例子 凡事就是說反台獨的這些言論都出不來的 那他現在呢更成立了這個數位控制法 還有數位部 那就是要從這個跟上頭 從網路上頭來控制所有的言論 他要你聽什麼你就聽什麼 不要你聽什麼就不聽什麼 所以這些呢是非常可怕的 因為將來的美國人會進入到我們的國防部 進入到我們的這個軍隊中間去 也就是說他會在軍事上頭來代管台灣的這個業務 至於台灣就變成美國的一部分了 那麼因為台灣的現在的國防政策跟美國想要台灣執行的國防政策 是背道而馳的 長久以來台灣的國防政策是如果兩岸打起來的話 台灣是希望拒敵於海上 就是說我跟你中國大陸的這個這個戰爭的話 希望在海上就能夠分出勝負 不讓你進到這個台灣島裡頭來 如果海上擋不住的話 就拒敵於攤頭 我在你登陸之前我把你殲滅掉 也不讓你上島 那真的上了島的話 基本上你知道兩岸都是中國人 所以大概不會讓你上島之後再來打這個 血肉模糊的巷戰這個肉搏戰大概不會有 你真的上了島那就是我敗了 敗了我就降了 大概就是這樣一個政策 可是現在呢我們前任的這個國防部長 所以可以休息一下 而到這裡 但是我們是不自然而言 是雲舍的 但是我們在海上 我們要立刻有一位 所以我們要按照 還有五眼的 我們怎麼可以 穿過 所謂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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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